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拆开了 有一大堆东西在桌面 首先多了一条挂绳 这条挂绳可以套在直胶套 再转到机盒上 就可以掛在颗子上 一来有直胶套保护 另外可以转着颗子 拿的时候也很方便 另外有一份说明书 有机盒和耳机 最后有一条USB Type-C 充电线 包装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 包装看完 现在来看看耳机和充电箱 先来看看充电箱 充电箱方面 今次非常Cyber 完全可以设计今次是Gaming 耳机 整个充电箱外面有一个透明盒装着 另外一揭开里面 可以整个充电箱拔出来 脱离透明盒 整个就会这样 旁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呼吸灯 不停转动颜色 我刚刚开箱看到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浪费 帅哥 大家会见到 本身是透明色 如果设计得多 都会有机会刮花 所以官方都很体贴地 给大家一个直胶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套上去 揭盖方面也是扎实 基本上耳机都不会向下倒 因为它是直立式耳机 揭开后 便可以拿出耳机 而且每次插耳机进去 或者拿出来的时候 颜色都会不停地变动 非常有型 而且有Cyber感 充电器大致上就是这样 后面有一个USB Type-C充电口 拿出来和大家研究一下耳机 耳机方面 完全像AirPod第一代 也有一个耳柄 长长的 一个半开放式耳机 适合任何耳型 基本上你这样挂上去 便可以带到 大家亦都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半开放式的设计关系 大家不要期望它有任何隔音效果 但我相信有些人不喜欢 带一些入耳式耳机 所以这款半开放式 亦有一定的市场 面板位置有GM字 就是Touch Control 控制位置 稍后会和大家说更多的控制方法 今次耳机也加入了 True Winx Mirroring 镜像连接技术 单耳或双耳都可以做无缝切换 而且可以左右单边使用 一旁一边放入充电器 另一边自动会变成主机 耳机今次提供了ENC 雙麦克风的钢操技术 可以精准地做一个演算法 令大家通话时 可以过滤大量的环境集音 令通话时更清淡 稍后会做实测 给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谈谈规格部分 今次藍牙版本用到5.2 非常高端的连接 用到高通QCC 3046 晶片 12mm 复合式阵膜 动圈单元 Audio Coded 支援 Aptex 和 SBC 而IPX 达到5 防汗防水等级 一般运动时的汗水 和少少的浅水泼湿都没问题 续航力方面 耳机单次充满电用到8 个小时 配合充电力更加可以用到32 小时 32 个小时都相当长 如果喜欢玩游戏 我相信两天都不需要充电 再来到操控的环节 和大家谈谈操控方法 基本上黑色部份是续控面板 触碰一下就可以了 今次耳机的灵敏度相当好 轻轻按一下都可以落到指令 左右耳机两边按两下是Play和Pause的切换 而右边耳机长按一会是下首歌 左边耳机长按一会是返回上一首歌 另外右边耳机按三下就开Gaming Mode 再按三下就会跳到Music Mode 而左边耳机按三下就开通透模式 再按三下就关掉通透模式 有来电的时候 左右耳机都可以控制得到 按两下就可以接听 再按两下就是收线 长按一会是拒绝来电 基本上整个操作都是容易 而且是直觉的 中间亦有位人声带着你做 不需要担心按捺练 不需要担心按捺练 来到听音乐部分 我用了HECATIVE GM5 大约是一星期左右 又会搭车或打机器都试过 至于声音表现 属于稳稳稳稳稳稳稳 三频都是平均的 没有太大的惊喜 人声属于向前 立体声表现都是适中 耳机提供了Music Mode功能 着觉之后 看片绝对可以完全声画同步 但如果转到Gaming Mode 便会出现少少延避问题 这方面有少少废解 至于着了Gaming Mode 打机的话 绝对可以声画同步 玩相机或动作转角的游戏 都有不错的表现 说到连线的稳定度 行登口位 或乘搭一般交通工具 都会间接性出现断线 至于通过质素又如何 立即招设计局 好 作戶外实测 这位HECATIVE GM5 电竞 真烏式蓝牙耳机 现在这里来坐下的地方 這個環境就沒什麼風 也不會太多車 很遠就夾著有馬路 發覺這雙耳機 如果你在右邊耳機拿下來 靠近嘴說話相對來說會收得清楚 大聲很多 我發覺如果大家喜歡拿著來說的話 這個OK,這個沒問題 但戴上耳朵說話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會聽到明顯有距離感 可能收音上會變得沒那麼清晰 這雙耳機是其中一個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始終半開放式設計 它的隔音真的差了一點 如果大家用的時候 就不要期望它有什麼隔音 我們測試來到這裡 來到最後總結部分 Hackative GM5 主打是玩遊戲機 對於低延遲的表現絕對滿意 而聲音質素是穩穩陣陣 配戴時都是舒服和方便 掛上耳朵就可以了 對於不喜歡長期堅持耳朵的朋友 今次這款半開放式的耳機 是挺舒服的 不過限於外形設計問題 隔音上扣了不少分 至於通話方面 如果拿著一邊來說 會很清楚和大聲 而兩邊帶著的話 就會覺得收音方面的能力稍微削弱了 期待官方後 推出的新產品可以加強這一點 今次的耳機開箱評測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請按LIKE 又請大家留言 如果你有電子產品 需要我幫你做開箱評測的話 不妨留言或電郵給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說 拜拜 請你下支影片